江苏南篮和上海队的G3是假球吗? 里南里春江摊牌态度 CBA凌晨公布决定 大家好,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CBA联赛 聊一聊在昨天被大家所热议的CBA旧赛G3假球事件 那么可以说这一次随着里南里春江的双黄摊牌 也是揭晓了本次比赛 两支球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匪夷所思的情况 但是与此同时 CBA仍然是公布了决定 那么也是让广大球迷在后续会期待一个结果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CBA联赛 更多希望CBA能够在后期更好发展的球迷朋友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 咱们就言归正传一起和大家聊聊CBA联赛 聊一聊在昨天被大家所热议的假球事件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在昨天CBA是迎来了首轮旧赛对决的最后一场比赛 那么作为最后去决出胜负的两支球队 上海南篮和江苏队的比评当中最终是上海队108比104击败了江苏队获得了晋级机会 但是在本场比赛的背后在这场比赛结束以后两支球队是被骂上了这搜 因为在本场比赛当中面对着上海南篮江苏队是打出了相当强势的表现 年轻队员在场上赶打赶平最终在第四节的前半段依然是握有着能够去拿下比赛的机会和优势 但是在最后97秒钟江苏队一连串的无脑失误是给到了对手去翻盘的希望 那么也是让上海南篮直接在最后97秒钟打出了翻盘优势最终拿下胜利 所以这样的一场比赛确实让球迷很难去接受 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本场比赛江苏南篮的主角练李南在场边如此淡定的一个态度 而且最后三个暂停一个也没叫也是引起了更大的质疑和费疑 所以说这一场比赛是不是假球呢 在本场比赛结束以后我们看到两只球队主角练也是公布了个人态度 也是谈到了本场比赛这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上海南来方面球队主角练李春江表示本场比赛球员压力比较紧张 那么没有放得开 在场上整体的比赛比较胶着 但是最终球队利用防守拿下了比赛 所以说还是希望球队能够为后续的赛程做好准备 而另外一个方面作为江苏队作为失利一方的主角练李南 他表示呢这场比赛球队年轻球员在场上还是比较敢拼敢打 而面对本场比赛关键时刻的失误 李南表示呢球员比较年轻打得好与不好都很正常 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去磨练年轻球员的这样一个心态和能力 所以说这是李南关于球队关键时刻连续失误的解读 但是我们说李南这样一个说辞能够让广大CBA球迷信服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吧 所以说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广大球迷也是等待着一个说法 而就在今天凌晨 CBA方面也是响应了中国蓝鞋的官宣号召 那么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 明确表示针对这场比赛 CBA公司将会正式进入调查 并且在调查之后将会把相关事件的结果公众于众 所以说这一次CBA公司也是揭晓了相关态度 那么对于本场比赛绝对不会去坐视不管 那么最后我们也等待着CBA给出一个最终结论 我们也相信打甲球永远是不会有好下场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聊这里 喜欢听至言聊求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体育经验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 感谢观看